來到第二點五,Structure of teeth,學牙齒結構 上一段片我們就學了在口腔,Mouth cavity 裡面的一些消化 包括把牙齒幫我們把食物變成小塊,用舌頭幫手 然後呢,也可以increase surface area,令腫表面積大了,讓那些細胞可以消化 那些細胞在哪裡呢?就是在 saliva,口水裡面 它就專責去幫我們消化部分的carbohydrates 由最複雜的形態,變成沒有那麼複雜 但依然呢,都是未能夠吸收得到的 所以都要繼續在其他地方去再做消化 那今堂呢,最主要就是講Structure of teeth,牙齒結構 那Part 2,怎樣去畫圖呢,就另一段片再教 那如果看回牙齒結構,你會看到有很多部分 先看左手邊的crown, neck, root 一隻牙袋底上,表面去看,開封是三個不同的部分 這隻牙齒見到的叫crown,持觀 在牙肉夾住的位置叫neck,持頸 最底的牙齒結構,把牙肉夾住的就是root 那如果按不同的,由表面那一層,最深入的那一層去看 由最外面那一層呢,我就叫enamel,荷囊質, dentin,牙盆質 裡面有空間的pop cavity,那就是水腔 裡面會有些神經線在那裡,也都有些血管在那裡 所以這個地方就令我們感受到不同的口感啊,冷熱啊,痛啊 而血管呢,剝牙就會有牙血啦 那牙肉是甘,這個cement,還有periodontal membrane,牙周膜和鱷骨 那先介紹一下,最外面那一層,enamel 那enamel這一層呢,有沒有生命呢,是沒有生命的 那它最主要呢,是由calcium salt,一些鈣質所造成的 亦都是人體最硬的部分,沒有地方是硬過它了 那它叫做phalocyt 那其實為什麼它要這麼硬呢,那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幫我們咬爆骨頭,break bumps 那除此之外,就是由於它不會再生的 那所以呢,它都保護著我們的牙齒,免得我們的牙齒是會磨損的 protect,保護了 The tooth from rearing down, rearing down 牙齒磨損 因為我們日常吃東西不斷咬水的食物 其實都是一種摩擦 如果久而久之這種摩擦 其實是會令牙齒磨平了、磨滑了 所以我們就需要它有這樣的硬度 去保護我們的牙齒 如果真的 rearing down 磨損了什麼問題呢? 問題就自然在於這件事是永久性的 因為牙齒沒有生命 牙齒不會再生出來 滑滑滑滑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吃東西 亦都很難把食物變成 small pieces 亦都很難去吞牙齒 這是在物理方面的 化學方面 由於它這麼難被咬到 所以它的 surface area 都比較難去 increase 所以整個消化都會炸 如果真的遇到的話 那些牙齒也有辦法去補救 那譬如說 你去換牙齒 或者大假牙齒 或者去做一個 dental implant 即是種牙齒 Dentine 開始是有生命 所以牙齒會生命 亦都能夠修復 牙齒好像骨頭那麼硬 為什麼呢? 因為主要是由鈣質組成 那它最特別是裡面有一些 Cytoposum Purve Cavitae 水腔 亦都是有生命的 那有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Blood Capillaries 尾血管 那尾血管有什麼用呢? 由你一夥開始認住 所有血管 尾血管 尾血管特別是 的功能都一樣 去幫忙去運送 運什麼呢? 運一些東西給別人的 是給氧氣和給營養別人 亦都運走一些東西 運走一些垃圾 例如氧化碳 那Purve Cavitae 除了有個血管 Blood Capillaries 去運送和運走一些東西之外 它還有的是Nerve Vibers 神經線 幫忙我們去感受不同的東西 那譬如說 我們可以感受一個溫度的變化 尤其是敏感牙齒也是因為它 感受一個壓力 吃東西有沒有口感 會不會痛等等 然後去到Root的部分 你會看到幾樣東西 有Semantic Purriodontal membrane 和Jaw Burms 那就是講一下 其實牙齒 為什麼能夠在口腔裡面這麼緊的呢? 其實就是靠這三個部分 那Semantic 就像一些混形圖一樣 就黏著牙齒在這裡 我給它們的 然後黏著牙齒在這裡 然後黏著牙齒在哪裡呢? 就黏著牙齒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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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牙齒在哪裡? 就很有趣了 這個牙齒在哪裡? 它感覺相比魔術貼的 那就是魔術貼的 魔術貼的話 就只能夠在特定指定的角度 才可以解開 例如打橫撕在臉上不開它 所以它都能夠把牙齒黏在耳骨 Fix tooth to the jaw bone 第二段影片就是會教你畫一個 Label diagram of the structure of a tooth 要畫的時候 這個就是標準答案 畫,Label,記得都是用鉛筆的 仔細的,下一段影片會說